打進兩行指令 我們 import 兩個東西 一個是從 App Engine DeJungle 裡面 import base model 就是用來模擬的 model 另外一個是從我們 Google App Engine Extend 裡面 import Google 關於資料庫的模組 那我們下面還是要做修改 在 Paul 裡面 我們要繼承的就變成是繼承 base model 然後在下面 關於屬性的部分 我們就要改成用 Google 所提供的 那我們可能就是要改成用 DB 這個物件 然後它的屬性 例如說 question 它是一個自傳形式的屬性 所以在 Google 上的資料庫的話 bitable 的表示法就是 我用 DB 它的屬性就是 string 它是一個 string 的 property 一個自傳的屬性 這樣它再存到 Google 資料庫裡面的時候 它就是以文字的形式儲存 例如像下面這個是時間的形式的話 那我們就要改成 DB 點 改成像 DB 點 date time property 這樣它存進去的時候 就是以時間格式存入 如果我們都改好以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apps post 到我們的 Google App Engine 的空間上面去 那這樣就可以做到 把我們已經預寫好的 Dijuncle 的 使用 Dijuncle Framework 寫好的程式 poil到 J1 上面 但是這種做法其實是比較麻煩的 因為你還要去修改說 你哪些是不相容的 然後哪些是要修改的 這樣子 那 比較好的狀況是 你直接就是開啟一個這個新的 project 那我 直接在這個 project 裡面寫 寫新的程式 這樣子 然後你要 就是 不要小心到 不要使用到這個 G1 所沒有提供的 Dijuncle 的 library 部分 這樣子 好 這個大概就是 我們怎麼把 Dijuncle 用到 G1 上 那 最後的話呢 就是 等一下可能會跟大家稍微簡單講一下 這個 就是 Google App Engine 的部分 那 因為可能今天時間不夠 就是 也不能再講下去 太可怕 然後就是 等一下可能帶大家 稍微看一下 那個 G1 的 Tutorial 也是講 Tutorial 因為今天本來就是 希望大家能夠來用這樣子 所以一定是不能講太難 然後 對 就是 帶大家走一遍 可能會 大概會比較 比較 有印象這樣子 對 那 之後我可能會把那個 我會在那個 SLS 上面 把共筆寫上去 那 如果大家有 就是有遇到什麼困難的話 可以到那邊去 查詢資料 對 好 那我們就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繼續講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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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